而这位山东妈妈 小指包出了百变口味 北方的手工面皮 混搭台客最爱的臭豆腐内馅 混搭出两岸包罗外相的新滋味 陶渊市区这间看似平凡的小馆子 五宋面皮内馅充满惊奇 然后有一点点酸酸的 臭豆腐然后包那个饺肉 它吃起来不会很辣但是很臭 很够味 很够味 非常够味 不同于台湾流行的薄头面皮 大块头饺子面皮精性十足 绝不在嘴里中途坍塌 饱满紧绷的内馅一口咬下 肉汁满溢 它的皮都自己擀的 所以吃起来会有一个 面粉的那个香味 对 因为外面很多都是冷冻的 这个确实也要用技巧 剥水饺的话直接那个浓水 煮面就好了 就用薄面 对对对 它比较有口感 比较有坚固这样 来自山东青岛的刘荣宇 把北方人面面俱到的手艺 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她来说 山珍海未必不上一盘 热乎乎的水饺更疗愈 多年前她离婚时 单亲妈妈徘徊在人生低谷 就是靠着擀面包线 重新找到目标 刚开始卖水饺很害羞 然后跟客人讲话都不好意思 然后就那时候 就搭成水饺干酸辣汤而已 快速擀皮 面皮收编 没有集齐帮忙 刘荣宇练就三秒 就能捏出一颗饺子 二十多种内馅 连面皮也加进蔬果口味 改头换面 铁皮屋进化成小管子 生意越来越旺 再辛苦啊 各人都说好吃 然后就感觉心里很开心 很快乐这样子 小小一颗饺子 融合了南北料理方式 两岸滋味互相混搭 在传统的家常美食 照样能吃出 包罗万象的新体验 东山新闻中午间黄运明 在桃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杜杨